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會教大家怎樣用那些六十幾度 和五十幾度的棍子 切球低和高的 首先我就用60度做示範 我們先講切球低的設置是怎樣 我們的棍子是近我們的右腳的 不是在中間,又不是在前面 是近我們的右腳 接著我們兩隻腳盡量合起來 接著我們放下枝棍 接著枝棍放是斜的 而且我的棍子是離開我左邊的大腿 千萬不要放在中間 因為如果你放在中間,是很容易刮到我高的 這是最窄的 你看到我的棍子是斜的 而且我的棍子的位置是離開了我的左邊的大腿 變成你的棍子是很自然的 就是這樣的 接著我的重心又傾向左邊 千萬不要斜我們的右邊 否則又是很容易刮到波子 就這樣 就這樣 OK,示範完第一個低chip的打法 現在第二個就是高chip的打法 我們第二個和第一個設置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第二個高chip的打法 我們設置的波就在我們兩隻腳的中間 接著我們握棍的位置 就近我們左邊的大腿 也不是說離開我們左邊的大腿 而且千萬不要放在中間 我們握棍的位置 因為是很容易刮到波子 就這樣 接著我們上棍就從這個位置拉上來 你看到我是有咬手的 千萬不要這樣拉後面 拉上來 打下去 接著我們的finish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finish 不是兩隻手伸出去的 就讓我們以來 我們現在在陰影中 選擇把展開 我們在陰影中 我們在陰影中 在陰影中 我們在陰影中 我們對